其实要叫我说呀 是把这个一个制度性问题啊 和个人人生选择问题混淆在一起了 对吧 其实这个人吧 有的时候也是故意的从自己的立场上去想 其实你要站到对方立场上想 谁说的你都能理解 你比方说啊 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就是发了财嘛 那他儿子就是这个富二代嘛 我就觉得你知道 至今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有一种价值观 劳动劳动者是美丽的 是吧 工作才是人生的价值 不奋斗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可是我更愿意想起一个西方哲学家讲的话 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 我到底准备怎么过我这一辈子 你知道比如说 那我有朋友他奋斗成功了 他过很好生活 而且跟他儿子还挺先进的 他儿子在伦敦 我就跟他儿子 我跟他儿子聊天啊 我说你儿子是个当学者的材料 是个知识分子 对吧 他就发愁 因为他跟他儿子有协定 就是说老豆就不要吃老豆的 但是他在一边担心 他说这将来就在英国大学当教授 我打听了教授可没多少钱啊 他说我说教授算可以了 他说那能住上大房子吗 在伦敦 他能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 对吧 他就担心啊 但是你架不住他儿子喜欢这样 他儿子愿意在学校里一辈子做个教授 就不像他老豆那么有钱 那你说这是怎么说呢 我怎么听到很多有钱人都说 希望他们的小孩将来什么也不干 就是玩 真的有的 就是连学校都不去 说我的梦想就是你将来都别像我这样活了 就玩 对 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不光这个问题在中国 你像那个Elon Musk不是要上火星的 他不是也说吗 他说没有人可以每一周工作40小时就能改变世界 可是为什么改变世界就是一个正义的事情 咱们俩真是有同感 我这真的 不是真的他一说出来就是你觉得这种野心就是正义 就说我这个就是对的 可是有很多人如果他不想改变世界 他还想怀到田园木哥怎么办 我想说的或者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说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年轻人的对吧 我觉得真是有的时候说像这个马斯克 他要改变世界 你知道有的老板 我觉得是真的 要不说我总想跟他们学怎么挣钱 最后他们告诉我的是 你要奔着钱去你就挣不到大钱 我们都是情怀 最后钱自然就来了 没这事 我一直在学习 没这事 不是 我甚至认为他是 你这出发点是 我甚至认为他是真诚的 对吧 就是有的老板 很多都是 有的首富 他确实首富不是他人生的目的 他觉得他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改变一种通讯方式 他觉得是他人生极大的成功和满足感 对 这可以 但是 那如果另一个人 我这辈子啊 最大的满足感就来自于 忙完了一天的活啊 喝二两小酒 看看电视 看看美剧 这就 我就愿意这样过一生 这就很快乐了 对 但这就改变不了世界 对不对 那我就比较低俗吗 我就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啊 但是我想讲就 刚才你说那个还是真事 也就是说我们去看 现在不是中国很流行的 就是什么乔布斯传啊 这个这个 你仔细看 的确有相当一批啊 不能说是全部 就这些富豪故事啊 他们很多富豪之所以成富 尤其是硅谷 早期的创业者 他们最初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发财的 他就是在自己车库在garage 弄些烧些东西 弄些东西 他们是真喜欢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这个东西能改变 发财是个后来的事情 但是 他也得雇佣很多人 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一开始不是 一开始就两三个人在那里搞嘛 而且是无偿的做 当然这个也没什么神秘的 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有本事 造福千千万万人 那理论上讲 你没钱 天理都不容啊 对吧 你造福了千千万万人 千千万人就会给你有回报啊 对吧 你不想要都不行 我问过一个人 他是打理那种私人 就是私人财富的嘛 就他接触都是最有钱的一个人 我就问他 我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种人都是哪几种人 是怎么样的人 能够发那么大的财 就他说 他说有三种人 一种像你说的 那个乔布斯那种 真的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这种企业家 要么就是继承遗产 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高级打工仔嘛 可能是在就在麦肯锡啊 或者在什么公司啊 他做的很高 那么我问他 我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吗 什么人能赚那么大钱 他说三种人都一样 就是幸运 Lucky 对 我很同意 他说有多少人努力了呀 多少人像乔布斯 有多少人 他说到最后就是Luck Pure luck 但是你也要努力啊 但是你努力了还要有运气 我们前面的聊天讨论 都忘记了两个字 这两个字很重要的 剥削 所以你996作为一个制度 基本上这个核心在于说剥削 假如是这种制度 你不能剥削 你可以让人家你选择 你要不要8118的 这个拉个无所谓 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996 因为中间就牵歇到剥削 剥削有什么不好呢 剥削就让一个完整的人 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基本上他的生命 这是为了工作 而且不是自己的工作 是别人的工作 异化嘛 对 人的工具 那个所说的 人的理想状态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早上钓鱼 下午喝个小酒 晚上打个牌 再晚上上坑陪陪老婆 你们家住坑不是炕 不是 所以刚说的 我觉得说 无所谓了 你喜欢工作几个钟头 你的问题是 你不能强迫脑子996 对 我接着你这个说 我觉得问题 还是没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 我们假如这么讲 不应该强迫任何人 去给你怎么工作 对吧 愿意不愿意996 应该是个人选择的权利 个人选择的自由 这个理由很刚吧 但是我现在发现 这个社会复杂 就表现在人类 最深刻的问题 表现在哪 表现在我在初次去巴黎 你刚才讲的巴黎 我有两个经历 就是 我觉得 这不仅仅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 你看 我在巴黎 那个买那个牛仔裤 还有我平生 真有不给老板挣钱的 五点钟关门 你知道吗 我拿了一条牛仔裤 我都得试一下 我试完了 我走到柜台的时候 它那个闹钟 五点整 就收银台 我拿着信用卡收银台 对不起 法语我也听不懂 关门 我说 这就不卖给你 可丁可卯 五点钟下班 说明天再来 这是一个印象 二个印象是什么呢 我们在巴黎街上 看见一场游行 开头这个翻译 就说 这是法国巴黎工人 就是抗议加班 就是抗议加班 后来呢 他又看了一下那个标语 跟我说 把我听懵了 他说 还不是 他们呢 不是抗议让他们加班 他们是抗议老板 让那些愿意加班的人加班 对 明白吗 就是说 我可以自由选择 可是这种自由选择 成面积的自由选择 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 那些个愿意加班的 他就挣得多 我就被淘汰了 就有压力 所以你看 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差别 那这事怎么办呢 咱俩同样在一公司工作 对吧 老板说咱都 像文道似的 休息休息 大家休息好 大家休息好 他也是说说而已 对 那最后这个 晚上11点还在干 那梁老板能怎么想 对啊 你一计较 干得好 这矛盾怎么 我想再讲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种剥削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它还不只是说 使得你 比如说有异化问题 晚上不能够上坑啊 上炕啊 上炕 上炕 你普通话讲不好 上炕没睡 我跟你讲的 东北 然后呢 还不只是这样 而是什么呢 有个更根本的问题 人的劳动力 所有上班的人 都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是不是 给老板 然后挣得这份薪水 或者奖金 劳动力这个东西 不是无限供应的 人不是机器 劳动力是需要再生产的 就我的劳动力 也是要再生产 劳动力怎么样再生产呢 比如说我要有充足的睡眠 我要吃东西 我要休息 我要维持 跟家人的健康关系 我有我的业余爱好 让我这个人呢 才能够源源不绝地 生产出充沛的劳动力 OK 现在996这种东西的问题 在哪呢 就在于它剥削掉 你生产 你自己劳动力的时间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就老板要你 卖劳动力给他 那员工只好卖了 但是员工卖 至于员工也要想办法 恢复自己的劳动力 他连这个东西 都把你拿掉 那么这样长久下去呢 这个员工的 这个劳动生产的 这个机制就会被破坏 就说我干久了 如果996久了之后 比如说干个五年 十年 比如说国内有一家 数一数二的全国人 现在非常尊敬的大企业 就很有名嘛 就他一些高层员工 就干了几年下来 真的是干到肾也不行了 身体也不行了 为什么现在是肾不行 肾为先天之水 对啊 然后呢 各种病都有了 这很有名的一个事 后来写书都写过出来 跑去跟这个 现在人尽皆知的大老板 说请辞 我没办法了 然后我老婆 也不愿意来这个地方 她在另一个城市 我们这样下去 我家也没了 我身体也没了 这个老板怎么回答呢 你这样的老婆 要她干什么 说你有没有理想 那么愿意 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问题 帅得了什么 所以 就是日本家侵犯到人家家庭生活 所以这就变成 还不止 就是说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员工最终真垮掉了 或者说 因为他劳动力在生产跟不上 那他劳动表现就不会好 绩效也不会好 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结果 炒掉他 换一个年轻力壮的 生产力还足够的人 这才叫 是最大的问题 这种剥削 就是说 你一个员工 被你压榨了几年之后 他的这个劳动力在生产 可能就恢复不过来 恢复不过来的时候 对老板来讲的办法 就把它弄掉 换一批 对于基本家来说 他最大的道德责任 就是把钱赚最多 对 利益最大化 那里面有一个东西 除了在先前说的剥削 就是价值观 你这个整个群体 你的value 你的价值观在哪里 所以回到文涛说 你说在欧洲巴黎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通常是两个方法 一个最基本就是立法 欧洲有些城市 不一定是大城市 小城市 甚至一个社区 它有一个规条 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 是说在什么时候 跟什么时候开店 你要继续营业 是要罚款的 是要缴额外的税的 用这些法规 来增加你剥削员工的 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 我开个华人在那边 开个洗衣店 我喜欢礼拜天营业 你们不营业 你的事 我营业 那不行 或者说它行 你付额外的税 那你就会选择休息 不然我开了没有用 我赚的钱不够 那另外一个除了法规 还有经济运作上面 给你增加你开OT的成本以外 还有一个是什么 那种价值观 你的融入感 这是那个羞耻 整个群体 整个小区看不起你 看不起你这家人 你这个店 我们礼拜天都去上教堂 都去BBQ 去BBQ 去烤肉 你再开着这个店 我们根本不跟你玩 所以你看 得形成社会共识 就要消除这个差别 就是全社会 从老板到员工 都有一个较为一致的 就是这事丢人 对吧 那才能解决 所以法国经济不好呢 那话说回来 这个有时候 也可以跟公司制度 是相关的 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 华尔街 也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 那那些交易员 通宵也是很正常 可是你看很多的大的投行 有些国际投行 他们是公司很明确规定 至少比如说 平常996或者11 71也就算了 但他们会有明确的规定 当你在休假的时候 我见过很多投行 很多包括四大会计师 行都是这样 你在休假的时候 公司不准跟你发邮件 公司任何人不准发邮件 你打邮件回来 他们也不理 就是你放假是纯放假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很慎重的 比如说你跟那些人打交道 他们一定会告诉你 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就要放假 他这个不是只是客气 说你找我有困难怎么样 而是真的就告诉你 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接 那但是问题是 现在这个是说 你公司是做得到的 哪怕是美国已经算 很劳动力很高 很勤快的一个地方 他都能做到 但是很奇怪 就像嘉辉刚才说的 你说在欧洲 我真的就见过那种例子太多 尤其南欧 太平洋北岸那些地方 一些游客们去度假的城市 你知道那些欧洲城市 就像你刚才讲巴黎那个情况 其实他们像什么呢 我感觉其实像八十年代的中国 你回想八十年代 中国也是那样的 我那时候作为香港人 我到内地印象最深的就是 五点多六点多 这个百货公司 那个友谊商店或什么商城 你到底是想的吧 全部人欢呼 你本来也是要买东西 他就不理你了 胜利大逃亡了 大逃亡了那个阶段 然后呢后来呢 现在才变成这样 然后我们说到南欧 那些地方的华人 移民家庭 我真的见过这种例子 整个城市 什么店都不开 星期天 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 人家社会规则就这样 就他开店 他开店 你说他要交罚款 或者交多点税 他照交 为什么呢 他觉得赚得回来 怎么赚呢 他本来是开洗衣店 我星期天的时候 我不只是洗衣店 我还是个杂货店 我啥生意都做了 星期天就只有我开门 那任何人来 而且是游客 而且现在是华人游客多吗 不是中国人多吗 都去帮衬 所以他赚得更多 然后最后呢 有些地方闹得很矛盾的 然后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看到大家网上的反应是什么 你知道吗 大家反应的是 为什么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加班赚钱 而是去问 为什么那些欧洲人这么懒惰 为什么这么懒 所以我也听很多欧洲人跟我讲过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贪 他不讲这么勤吗 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我等着你们骂我的 就是刚才我们都在批评这个事情 但是反过来 我说一个就是其实从我们都讲的是人性关怀 但是从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一段时间内一群人一起干一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快感的 对啊 就是真的你为了完成一个目标 其实你不眠不休 包括你写小说比如说对吧 你不眠不休 我以前我也试过啊 就是办公室就摆三个椅子就在上面睡啊 睡两个小时又起来写 就是你有时候觉得当你有一个目标想完成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种这个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 我最近不是在拍一个就跨文化的教育纪录片吗 我去到那个日本有个幼儿园 我看他们半天的孩子的运动量大极了 我问那个园长 我说你们孩子累吗 他说我们这不叫累 叫完全燃烧 他说完全燃烧之后 他说我们要学回学一个我的同事们这么讲 他说身体 对他说之后你身体有这个喜悦感 我说完这个就是说你看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 你告诉你的员工这些道理 他就会被洗脑 我们团队就普遍燃烧不够 对没说 烧着没有 所以你看我跟你说 这个任何事情都要辩证的看 两方面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 我不知道是苏格拉底还是谁说 就未经是苏格拉底 对吧 不是说奋斗的人生不值得过 而是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就是我们都有过那样的经历 加入一家公司 老板有时候很会忽悠 家伙一下就给忽悠过去了 为了他的理想 一将功成万古库 可同样反面的情况就是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有时候这老板是个不靠谱的 但员工可不就这样吗 那么其实你在那个时候要分辨 有的理想 我审视过 我觉得我们老板这个理想确实造福人类 造福世界 造福我自己 我选择我愿意加入他的梦想 那这是你一个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的选择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 是老板特别会忽悠 忽悠的吧 也不大给钱 对吧 最后呢 说的这个员工 甚至我们见过前几年 那个报纸上 还批判呢 那都有点 那个成功学啊 有点那个催眠了 甚至光说都不行了 你觉不觉得有些老板特会演讲 我自己有体会 在当时啊 我都是出了门之后 我才冷静下来 真的 当时听我都恨不得跟着他去 有的老板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 你知道吗 但是甚至就是员工 你看喊口号 每天早上 他那就在燃烧啊 可以审视的人生是有选择的 很多时候你审视完了你也没选择 你不得挣钱工作啊 对 所以我说还是 你当你听的时候 喂 梦想不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你应该审视 你准备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 最问题就是 那是不是你的梦想 老板的梦想 是不是你的梦想 有时候听着听着 我就觉得那也是我的梦想 这就是一个问题 像你刚才讲的 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历 我已经71的生活 过了不晓得多几十年了 但你是你自己老板 对 我从来是我自己老板 我从来 最重要的是 我从来都在干我爱干的事情 闻到你觉得工作 就是快乐的吗 我很快乐 我这么多年 你说我这么多年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比如说 我读书是个工作 你想快不快乐 写作 做节目跟人沟通 我做的这些事情 都在追求我的理想的实现 所以我一直很快乐 但问题是什么 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那你们的理想 加总起来 是不是能够合在一块 或者说你的这种理想 跟你的员工 是同样的理想吗 你是要洗脑他们呢 还是说你的员工本来 近来当初也就是有同一个理想呢 还是怎么样 我同意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讲的 如果你员工抱着热情 抱着理想 实现自我 这个想法其实没有错 我觉得更多时候 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 我相信那几个大佬 都是真的是有理想的 他觉得他再累 他觉得很快乐 又他再实现自己理想 但问题就在于你的员工呢 假如你不是为理想 那很坦白讲 那就是你在出卖劳动力 来获得报酬嘛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谁 这是大佬 那可是后来他们也有所补充了 他们说那个 他说的当然不是制度 他也觉得说不应该是制度 也不可能是制度 是违法违规的嘛 另外纯粹做的商业来说呢 他说也是不行的 行不通的 因为当你这样的话 这样来剥削劳工的话 他们会跳槽嘛 我们谈了 我刚强调说 不要忘记有剥削这回事 还有不要忘记 现在的美好在于什么 有一个叫做market 市场 有市场 你可以跳槽 他说你这样要人家996 你不可能留住人才 那你企业一定失败 所以说他强调的是你的热情吧 完全人 那讲这个市场是被几家垄断的呢 对啊 没错啊 然后大家都这么干呢 所以你就无草可跳啊 市场的健康的问题 对 他有些这个成功人士啊 我特别能理解 好比说富一代 对吧 你说这个人这个发财了 对吧 绝对有凭运气的 但是呢老实讲 我活这么大岁数 没见过一个 我见过的每一个发了财的 都能给你讲出一本血泪史啊 不是 他是比你走运 还比你勤奋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他有过人的财富 他必有过人的代价 那么你想 像这样的一个父亲 一个富一代 当他见到他的孩子说 哎 我不想加班 我不想努力奋斗 那么他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他肯定 他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产物啊 你要想像我这样成功 还在 怎么可能不付出血的代价呢 对吧 他就这样说 那么 可是这就像有些父亲 很难理解这个孩子 说你怎么学艺术 是吧 那玩儿将来能当饭吃吗 对吧 那里面可能文涛有个性别问题 因为你刚举例说父亲 我也经常会反省 你说什么 内经审视的人生 我也经常审视自己 他说因为 我就是那种父亲 我一听到我女儿说找工作 我就皱起眉头了 因为我觉得 觉得太辛苦了 每天要工作这么长时间 这样 不值得 那生命就应该要来享受 所谓享受 不一定适合玩乐看韩剧 他从事到文学的创作 艺术的心想 那可是我就会问自己 假如今天那个不是女儿了 是儿子 我就会说 你这个宅男没出事 赶快给我去做工作 你不要想着拿我的钱 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来买法纳利 不会留给你的 然后要这样来 那你的儿子要说 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流浪汉 就像前一阵子 网上围观的那个 什么一个国学的 国学大师 他不是也想去买房子了吗 他说红了以后说要买房子了 是回忆关注 对 那假如是这样 我当然就是会 就是会生气 我刚说假如是女儿 我就好像觉得 无所谓了 你就享受人生 那可是说话说回来 不管是男女了 那我觉得就算 那些成功者的语言 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公道 不完整 不真实也好 可是对于你做的事情 有热情 那是当然最重要 像文道 从年轻我看着他 写作 思考 演讲 像我自己也是 我们年轻的时候 很容易听完一句话 就在大脑里面 挥之不去 我徐来岁听了一句话 坦白讲 真的影响我走一条路 是什么路了 那句话就是 基本上从读者文哉一看 我们要连带路看读者文哉 名言 那句话是说 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 我要做一只羊 吃草 在草原吃草 是羊的生活 也是羊的工作 也是羊的喜好 热情 我就听进去了 看完看进去了 我就想我以后一辈子 就是这样 我受不了 我没办法容许自己 好 我今天九九晚六 是为了赚钱而活的 六点之后我就才做我自己喜欢的 我没办法容许自己过这种生活 所以基本上我还是选择写作 研究教学 每一个都是我喜欢 当然也有阴暗面 后悔 要经常在家里写作什么什么 没有理由跑出去 要整天在家里就绕矛盾 羊的命运就是要被人 被鞭子抽 我现在宣布他总可以到处跑的 可以做生意的 老婆我走了三天不见人的 所以这个真是涉及到文道 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 就是你的该怎么样活着 到底是你自个选的 还是你身不由己的 你比如说我那天在网上看篇文章 还是我们武汉大学一人写 他首先是受了一个刺激 他是个白领 然后他说有一天我跟一个送外卖的 同电梯 然后送外卖的可能是上电梯之前 在打电话 大概给他家乡的女朋友在打电话 不知道他家乡的女朋友 说了一句什么 然后突然间送外卖的小哥就咆哮起来了 就说你别以为城市里的白领 有什么了不起 他们挣的钱一个月跟我差不多 你知道吗 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了不得的人 我估计是不是小妹妹有点想看白领了 是吧 然后好 他就由此一下产生了个兴趣 就做了个小调查 他发现的确在北京上海 一个大学生毕业几年之后 你的这个工资是什么最多一万吧 八千到一万 反正就几千块钱 后来他看这个外卖的那个骑士 那个骑士啊 其实真的是甚至比他挣的还多 如果要接的单更多的话 那当然分分钟有钱挣的还多 所以他由此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说 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 你看 他发现这个白领 就他 他说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些人 他说我们呢 挣几千块钱 在北京上海 我们愿意花三分之一的钱租房子 当然也是很小了 但是毕竟就是说 愿意花到两千块钱 三千块钱 甚至就是收入的三分之一 用来每个月租房租 他说那个往往很多送外卖送快递的 他们的想法也许不是留在这个大城市 他是到这来挣钱 所以呢 他虽然挣钱跟你这个小白领差不多 但是呢 他可能就到那种群租房啊 就五百块钱一个床位 就像你说的劳动法 人权不允许这样 可是某种程度上他自己要这样 他要用最少的钱 干这么几年 把钱攒出来 我可以忍受牛马一样的这个环境 生活 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在未来的 他永远觉得我未来 投注未来 对 将来挣足了钱回家了 盖 有的人 快递小哥给你看 家乡盖的大房子 对 我在这儿熬几年 回家 我家里费用就是这样 在香港的外用就是这样 我家里费用 前面一个费用 在我家干了八年 然后离开的时候 哭啊 把我家哭 把我家哭了好久 抱了好久 然后就说 之后呢 他就哭完就很高兴了 拜拜 老板 我回去我家住了多少平米啊 住了这 我家500平米 还有个花园什么 我还见过回去盖泳池了 对啊 他说你就继续享受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中国孩子 延迟满足能力低吗 真有这延迟满足能力强的 嗯 我现在就会在一起 我家住了 你不是说